continuous hello!大家好!又來到至沐通的带圈直擊節目時間 說實際如說,現在新一代對於這些資訊 實際是有負面很快的渴求 很多年青人都想參與在其中 無論是Crypto還是NFT等等 但作為一個新手入場的時候 是否應該由淺入深認識一些基本概念 或者行外人士又怎樣看這件事 有沒有竅門解讀呢 讓我們容易明白和接觸到呢 今天就要再次跟大家去認清這個元宇宙 Sky 你好 Hello 大家好 Sky 就是我們的嘉賓主持 今天帶來的這位嘉賓相當之厲害 我想你有接觸過近期熱門的NFT題材的話 都很大程度跟他的公司有關 是啊 一定都會認識Evan 就是非常非常重量級的嘉賓 他就是Animal Club Brands的一個集團總裁Evan Evan可以介紹一下自己 亦都稍後可以跟我們說多一點究竟什麼是元宇宙 因為大家可能從電視機上聽了很多 報紙上也看到很多 但元宇宙究竟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好像跟以前的虛擬世界 數碼世界有沒有什麼不同呢 Evan 我好像Sky所說到 其實我們聽就都聽了起碼兩三個季度 文字上的解讀大家都看到的 但我想由業外人士 由你口中去解釋究竟你看元宇宙 可能跟我們的看法有點不同 也有點不同 我覺得香港現在很多人都說元宇宙 其實看到2021年 看到很多NFT 很多虛擬貨幣的價值有升值 還有很多開支 越多人有想像力 空間會怎樣呢 好像新的世界一樣 其實這些是我們叫Web 3 網絡3.0的一個產生出來的 元宇宙其實和Web 3.0 是兩樣不同的概念 元宇宙其實是一個虛擬世界 裏面可以做多樣化的東西 其實元宇宙這件事 我想20年前都有元宇宙 即是metaverse 大家所說的 就是等於有一個頭像 或者自己一個身份 在一個世界裏面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這個世界可以玩 可以有些遊戲玩 可以見其他人 作為一個元宇宙 這個元宇宙的世界 但就不一定是需要在這個 網絡3.0 這個樣子發生 網絡3.0自己的本質是甚麼 網絡3.0其實是一個區塊鏈技術 即是我們說的 我們說的叫做 blockchain 或者是英文說 用了一個 decentral structural technology 即是分佈式帳門 帳本的技術 去作為一個技術 令到那個資產 虛擬世界的資產可以擁有 擁有化 如果我們說我們公司做的 就是基本上 在這個虛擬世界裏面 怎樣令到資產 可以大家擁有的一件事 就成為網絡3.0的一個脚骨 這件事才令到那個元宇宙 是真的 這個概念 是真的成功地做了一件 大家真的可以擁有 有資產 才會做了一個真正的世界裏面 是否因為有這個網絡3.0的概念 所以才令到可能已經20年前出現了 元宇宙這個概念突然之間 在去年開始突然爆發呢 是的 就是因為這樣 其實你說加密貨幣 其實就是一些 差不多10年前已經是有的 由於一直 比特幣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除了說都是虛擬世界裏面的 真正的資產 那時候也是真正的資產 為甚麼呢 你加密貨幣裏面 你能夠擁有那件事的話 那件事就放在一個區塊鏈裏面 區塊鏈裏面 就不能夠有任何的改變 因為它是分帳式處理 那時候開始就說 你基本上就是 區塊鏈裏面的技術其實很特別 就是因為它是 如果你是一個資產 它是可以將它那個code裡面 就將全部世界的網絡裡面 它同一條區塊鏈 每一部電腦都有同一個資訊 那所以如果你說 那樣東西是 不是你擁有 或者不是你擁有的 你要將51%的電腦 去改變了它裡面的code 你才是hack了它 hack了它 即是說要改變它 那變成這樣東西 已經是可以做一個 去中心化的技術 那由我們本身 大家不懂 可以做一些交易 都是要用銀行 就是大家信任的一些機構去做 那現在用去中心化的技術 就可以令到 我們不需要有一個 中間有一個中間人 可以大家信大家去做一件事 用障區塊鏈技術 那由這個東西開始 我想 又去到2012年開始 1314年都沒有真的有些什麼 去到17年開始 有些 當時ICO各方面已經開始 去到1819年開始 又有少少升低 又有少少跌 因為那時候很多投機的炒作 但是去到COVID 即是那時候 大家就留在家裡多 開始就看電視多 看YouTube 看其他網上的東西 就看得多了 發覺就說 我虛擬世界裡面 是否可以做多些東西 可以做多些資訊 就由那時候開始 加密貨幣 NFT各方面 就開始這樣起勝 Evan剛才提到 去到2020年 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點 但我們說 投資者接收的訊息 其實一定比業內人士 慢一點 這個風潮 我們覺得 譬如說 NFT也好 元宇製也好 很明顯 去到香港這邊 就真的 好像Sky所說 2021年的第四季度 才有開始 但由你們去看 其實會不會說 在去年 甚至更前的時間 已經是預視得到 看到元宇宙 即將會成為一個延話 或者你已經看到 技術 各個層面的配套 已經足夠了 真的叫做 推得出來的了 這件事 我們公司在2018年 本來是我們做一些網絡遊戲 或者是APP的遊戲 我們就看到 區範這個技術 將會改變整個世界 由那時候開始 有不同的資產 或是有不同的資產 例如Sandbox那方面 我們看到這件事是有一個很大的革命性的改變 就是我們覺得 由網絡2.0 就全部的數據 基本上就是由一些 platform 即是那些 大部分的社交媒體 大家都用的那些 它就擁有我們的數據 現在我們看到 在網絡3.0的世界 我們作為用家 我們產生的數據 是我們自己擁有的 我們能夠做一些東西出來 譬如我們做頭像也好 我們可以在一個虛擬世界裡買賣 如果我們做得好的話 是可以做生意的 大家就看到 這個東西好 那時候我們買的那些 網絡叫做貓 家蜜貓 家蜜貓就發覺 家蜜貓那時候就賣 那些人真的很瘋狂地去賣 那時候還未開始有這個東西 看到那些家蜜貓出來賣 賣到有些是十幾萬美元 那便看到 這個世界人真的這麼厲害 那便開始有投放 那我們變成早期一些公司 但早期一來 都是說一百年 所以整個行業 你由一二年開始 不是一二年 其實比特幣那行更早些 但由那時候十幾年前 已經開始有比特幣 但去到真的一百年開始 好像說NFT 那也是早期 但整個行業 都是那四年 那你說是否香港是慢 我又不覺得香港是慢 香港人其實早在二千年 二千 二零二零 二零二零 二零一年的時候 已經看到有一些 人是開始買家蜜貨幣 NFT等方面 那是突然間去到年尾 因為某一間公司 巨頭 科技巨頭公司 將它的名字改變了 都要改了 是的 它的名字好像改變了元宇宙 那便變成了整個世界 突然說 原宇宙是甚麼 大家都要去看 你說它們這麼大的公司 都改了 那是否很重要 其實整個產業 發展 最多都是用四年時間左右 去計算 即今次這個階段 現在這四年 你覺得 我們的認識 可能是剛剛知道 但你們已經發展到第四年 有甚麼改變 其實現在的改變 就開始多樣化了 因為去到2021年 我們覺得 基本上2021年 就是NFT的年代 我們覺得 那 突然之間 很多人就覺得 這件事 又開始吵 又開始買 很多有生意頭腦的人 就開始投資 或者有一些 有一些新的遊戲公司 或者有一些 有一些原宇宙開發公司 開始就投資進去 那就越來越多 那你說 之前就說 我們說了 人們都是覺得 你做甚麼 完全是 甚麼叫 加密貨幣 甚麼叫NFT NFT 一年之前 你說明明明都不知道是甚麼 那突然之間 就發展得很快 這一年的改變 認真巨大 不過其實說到 原宇宙 NFT 再加密貨幣 其實真的 好像一條鏈一樣 不是說只是區塊鏈 是很多事都有一個連帶關係 會怎樣繼續發展下去呢 稍後回來 幣圈直擊再跟Evan聊過 繼續回來 幣圈直擊的節目時間 Evan 我剛才都說了 2021年可能可以被譽為NFT的一年 那接下來 譬如2022 2023 那會不會是叫做 元宇宙年 我們見到 有時發展的事情 就是 很熱潮 但是又會冷卻了一點點下來 但是當 不同的事件 或者真是很靠一些大型的企業 他們下一個步驟做些甚麼呢 才會令到這件事 更加展現到 在我們說的 公眾的面前 不同類型的投資者 都可以去接觸到 就不是說真的只有專業 機構投資者才去接觸 其實我們說 由加密貨幣 到NFT 到元宇宙 好像是一個轉變 但是其實三件事 根本就是 有一個關聯性在 是的 是有關聯性 不過我又覺得 我又不會覺得 是 不會很同意 或一定要等科技巨頭 去發掘這件事 或者現在現時的Web 2.0 但是那些網絡壟斷性的公司 我們覺得 因為那些數據 它都壟斷了 它沒有給你錢 它用完之後 接著它賣回廣告給你 這就是網絡2.0的世界 網絡3.0的世界 我覺得 是一個年輕人的世界 怎樣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你能夠創新 你想到你裡面的一些 你的想法在裡面 你就可以創立成一個 公司也好 你自己的一個產品也好 你和別人合作 做一些遊戲也好 開發也好 其實我們看到 大部份我們做投資的公司 都是小的公司 我們說seed and series A 的意思是 要不就一開始 投稿一塊錢 你需要我們做投資 總子基金 總子基金 Series A就是第一個 round A round Aaa的第一輪 我們在那個地方 集中我們的投資 培養這些公司出來 全部這些都不是一些 大機構 或者大人物 或者它需要怎樣出來的 不是說我是哪個 哪個兒子 或者我是哪個 哪個企業出來的大明星 這樣我就可以做 其實最重要的是 用大家那個 因為去中心法 其實最重要的理念 就是在網絡三年齡的世界 你裏面的創新理念 你裏面的 所以我們叫做 有生意頭腦 你有idea的裏面 那你就可以做到 那樣東西出來 至於你說 那幾樣東西 是不是有關聯 是有關聯的 加密貨幣 NFT 那些 其實全部都有關係 那你用加密貨幣 很多時候 大家覺得 你有一個流通性 才可以買到NFT 但是 現在 也不是一定要用加密貨幣 才可以買NFT 其實很多地方 都可以不用加密貨幣 直接用你的上卡 或者其他方式 你的支付方式 都可以買NFT 所以這方面也不是一定要 有加密貨幣 但是加密貨幣 裡面 就有一個Token 所謂 它那個 它裡面 代表加密貨幣 裡面的一個項目 是令到整件事流通了 變成了一個 經濟體系 現在原語就是 其實是一個經濟體系 譬如說sandbox 其他大一些 現在比較有名的 decentraland 它都會有自己的 一個加密貨幣 裡面 為什麼是這樣呢 因為它裡面的遊戲 它裡面的元宇宙世界 就是用這一種貨幣 那這種貨幣 就用港幣 好美金 去買這些貨幣 去買它裡面的NFT 如果你的經濟體系 運行得好 你那個所謂的 那個 速度 那個 我們那個 交易的速度 越來越加快 它那個 它那個 經濟體系 那個 那個 那個幣值 就越來越升值 裡面的NFT 越來越升值 越來越多人進去的話 經濟體系就會越來越大 所以元宇宙可以作為我們看現代 為什麼會越來越大 就因為它如果在經濟體系 做得好的話 它遊戲本身就不是一個遊戲 因為你有虛擬世界 可以有真正的支撐擁有權 不是遊戲 你真的自己在裡面 又可以做生意 又可以賺到錢的話 這樣就越來越大 那剛才也說到 其實你說NFT 或者加密貨幣 其實是一個靈魂 對於整個元宇宙世界來說 因為它是主宰了整個經濟體系 如果是這樣的 可能傳統的巨頭 即改名的那些 或者我們經常搜尋的那些 不同的巨頭 那些其實它們沒有 他們的監獄貨幣 或者沒有他們的NFT 那它們相比起 現在可能一些 已經踏入了元宇宙世界的 一些公司 或者是可能一些遊戲公司 其實會否已經信息了少少 我們覺得 為什麼這個Web 3.0的世界 會是一些不同的公司 和一些小的公司開始 就是因為基本上這件事 是說去中心化 如果說Web 2.0 來說 基本上這件事就是 就是數據的集中化 而請 全部的科技巨頭 你說外國的也好 中國的兩間也好 基本上它們的數據 是不會分享的 大家 它們打大家 都是用數據去打 是數據字 但是問題就是說 我們作為普通的一些 在網絡上 有生活的人士 我們基本上 我們的數據 就由電話 起床 看裡面一些東西 去到晚上睡覺之前 可能還在發電郵 我們基本上是製造數據 那些數據是免費的 給了這些科技 巨頭公司 看完之後 就沒有給我們任何 我們唯一可以 找到的東西 就是我們放點Like 那些上去 它就給我們一些廣告 這樣就變成 它們為什麼會 最後就是說 在一個去中心化世界 會比較難去創新 就是因為 如果我們說去中心化的話 它全部數據 要用開放式去做 那是不是會比較困難 去跟股東交代呢 那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你去中心化 其實你必然 就要將那樣東西 我們所謂叫做 開放式圓宇宙 我們不是說一個 封閉式的圓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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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圓宇宙 其實某一些科技巨頭公司 那個VR那個鏡 比如說一些 不要說什麼牌子 現在都有幾個不同的牌子 其實那些都是封閉式的圓宇宙 是吧 因為它沒有把數據開放出來 你上到上面的時候 你會說 很有趣 很多東西都可以玩 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這個可能 你的實體裡面 你感覺的經驗是挺好的 但是你如果買一些東西 各方面的東西 其實就不是你的資產 如果在上面的話 是它的遊戲玩法的話 大部分我們一些 我們也好 年輕一代 我覺得 我只是玩你的遊戲 不如我自己做我自己的出來 變成了 現在不是科技巨頭公司 會去壟斷這件事 我們覺得是 年輕一代 或者有創意的一代 是會擁有這件事 本身來說的理念就是 開放式去中心化 這就是Evan所說的 其實是一場革命 是 網絡的革命 是的 我們過往真的覺得 畫科技巨頭 他們擁有最多數據 那時經常說 數據為王 看你爭奪到最大的數據 那你自然就做得越大就越強 但是在這個革命當中 其實可能他們會被淘汰都不明白 就是剛才聽你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 web 2.0公司 又不會完全不存在 你說封閉式的元宇 會是怎樣 這個大家都要看下一步是怎樣 封閉式元宇宙 如果大家是覺得 用VR的角度去看的 虛擬世界 即是要戴鏡子 然後傳播不同的感覺 這個是一種元宇宙 另外一種元宇宙 基本上也不需要用那種封閉式的方式 或者用VR或者AR的方式去看 我們其實覺得 你在電腦上都有元宇宙 你都可以在平面世界上玩 你都覺得那樣東西是你 你擁有的一樣東西 那你的元宇宙 是不是你擁有的一樣東西最重要 我們覺得 你如果看回我們2021年 說NFT瘋癲的那樣的世界 那你看看為什麼那樣的爆聲 那樣的爆聲的原因 是因為大家可以擁有那個虛擬資產 那你說爆聲 你說這一樣東西 會不會是成為我們的動力 Web 3.0公司的動力 就是反而你說 原宇宙如果是一些其他科技拘留公司 開創的那些原宇宙 他會不會覺得這一種東西 不是我擁有 我只是用家的一種呢 那我們覺得 如果我們看回年青一代 或者看回用家 或者分析用家 我們說現在 總之這個3.0的世界 莫學3.0的世界 這一場革命就是 基本上大家 去中心化 年青人想看到的一件事 令到他們擁有這些資產 就不是達到巨頭的這些資產 這也很同意 因為我想擁有權 決定了他會 肯花多少時間 和精力在這個世界上 因為特別是 可能當著宇宙的應用 不單止是說遊戲 但可能之後 可能是開會 做事 甚至乎是 旅行 甚至乎是學習 都在如意在上面 如果學習完之後 拿到的獎勵 那些都是屬於自己的資產 那些都是屬於自己的資產 那變成的動力 就會大大增加 那究竟這一場革命 接下來會有一個怎樣的演變呢 就是今天 聽多了一些 就知道 原來大型企業 真的不一定有優勢 分分鐘是一個枷鎖 甚至乎是真的包袱都不定 那麼跟一些小企業 有沒有合作的空間 又或者剛才說到 就是元宇宙的一個應用場景 現在大家可能都覺得 跟遊戲的關係比較高 但其他的層面的發展成怎樣呢 我們下個星期 約定Evan 再跟我們一起分析一下 好嗎 謝謝 你現在在看 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和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得也要支持一下